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应该都无法工作 来媒体也捕捉到彭恰恰在昨晚9点现身台北医学大学急诊室 坐在椅子上掉点滴 戴着鸭神帽的她看起来有气无力 儿子皮皮在身旁 检查之后皮皮表示 爸爸是重感冒财体力不支 丢完点滴就回家休养 近期工作可能全面停摆 让网友们也对于彭恰恰的处境感到不慎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